各位观众 下午好 欢迎来到哲学茶席 我们今天很难得邀请到 来自台湾幽人神谷的艺术总监 黄之群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创作观 首先我们欢迎大家 来将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让更多有兴趣的人 来一起参与我们的观看 所以在下面可以按一些 分享出去 然后讲座的过程中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欢迎留言发问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收集起来 留待我们在Q&A的section的时候 我们问答环节的时候 我们主持人会待会发问 好 首先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哲学茶席 哲学茶席是由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主办由云首文创基金会策划与执行 是一个以哲学 人文以及艺术 以及艺文思潮探索 个人社会价值的系列砂融座谈 邀请来自台湾 接触的团体或是个人 立马做经验分享 为两地的文化互动建立通畅管道 然后呢 接下去跟大家介绍 像今天我们的主讲人 我们的黄自群老师 阿丹师傅 他是忧人神谷的艺术总监 阿丹师傅呢 相信大家应该对他很熟悉了 我们在2014年 举办了第一次忧人神谷 阿丹师傅回家打鼓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在我们的Stadium Medica那边 大概有4300多的观众 一起来参与的 我们阿丹师傅呢 他是出生于马来西亚 在1965年的时候 他六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击鼓 然后十岁的时候 正式拜师学习中国的武术 然后经营在这个武术与击鼓的世界 超过了30年 然后曾加入在台北民族的舞团 以及云门舞集 随谈学年于欧洲 美国以及非洲等许多的国家 在1993年的时候 他初次来到印度 学习净坐及领悟 活在当下的智慧 同年呢 受刘洛宇老师的邀请 担任忧人神谷的击鼓指导 以先学净坐 再习击鼓的方式 改变了剧团的体质 奠定了忧人以击鼓 及武术表演形式的基点 1994年 以1996年 带着忧人旅行印度 从此多次进出印度与西藏 实时探寻着心灵的故乡 黄志群老师呢 他认为表演和打坐时的境界是一样的 都是在活在当下 他说呢 表演不是向外投射的力量 而是内在自我的探寻 他擅长利用生活中细微观察到的声音 融合呈现于舞台之上 呈现出多元的音乐形式 及饱满的能量 接下去 话不多说 我们的热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 黄志群 阿丹师傅为我们讲解他的创作观 有请阿丹师傅 这次非常的荣幸 就是说受要在这个哲学的查试当中 跟大家分享 就是创作观 那么我是阿丹师傅 黄志群 幽人神谷的艺术总监 谢谢主持人 利康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也同时呢 我也感谢 就是说 驻马来西亚经济文化代表处的陈组长 还有哈密书 还有云首文创基金会的 禅经福南兄 还有利康 还有更 许许多多的朋友 那么促成了这次的因缘 那么把 就是说这次可以谈论 这艺术的创作等等 它背后的理念 在分享之前呢 我知道现在当前这个世界 不管是在台湾 在马来西亚 甚至全世界 也正在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跟肆虐 在这边也祝福 就是说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平息 那么大家能够好好的生活 工作 可以好好的出门旅行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跟深一层的一种交流互动 祝福大家 能够祝福全世界 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能够安然的度过 大家安好保重 我也听说今天台湾已经是180例的本土案例 已经升到了第三级 对在台湾生活的我们来说 真的是突然间心情变得非常非常的沉重 也希望这波疫情能够早一点的平息 早一点的过去 那么祝福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也是如此 大家在这么严峻的生活之下 能够安住当下 那么就好好地度过这个疫情 这个考验 这个挑战 在这个当下 这个疫情这么严峻的当下 我们来谈艺术 好像是 似乎好像是一种 很奢侈的一种状态 其实我觉得也好 为什么 因为趁着现在大家都不能出门 那么在荧幕前 在家里面 那么除了醉饮一杯午后的咖啡 或是一杯茶之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去学习 或是了解更多的有关艺术的部分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是这样 艺术离不开哲学 那么哲学好像又跟宗教相扣合 那么宗教又跟个人的生命 以及宇宙的真理生命相关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层扣一层 一环扣一环的感觉 所以谈论艺术的时候 哲学 宗教 生命的了解等等 都好像必须是在一个 一个范畴当中去 去完成 去涵盖来 去谈论比较那个 那么这次的主题 有一点点坚涩跟深了 请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我也希望能够用更轻松一点的语气 跟大家在这个午后分享 就是说这二三十年来 那么在幽人神谷 在表演艺术的领域 然后去分享背后的创作的理念 跟他的概念跟精神 那我用一个非常 非常叫做 很家常的一个开始 就是艺术的起源 这个好像我们在去学 艺术大学的时候 在一些科本 在书本里面都会谈论到的 艺术的起源 那么这好像是老生常谈 每个学艺术的人大概都会知道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每一件事情 在回到它的根源 跟它的源头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 非常清楚跟明了 虽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艺术 五化八门 多智多彩 那么每一个领域 都有它的一个精彩的 杰出的部分 那人类的创意 人类的等等的 很多的发想 那么都透过了艺术 展现了他们的才华 以及他们的能量等等 那么看似这么五化八门 多彩多智的 这样一个艺术的世界当中 如果我们回到一个 它的源头来去看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非常的清楚 明了 以及它的初心是怎样 那么我自己觉得 我认为 所有艺术的起源 不管我们所谓的八大形式的艺术 等等 都来自于一个人 这个角色就叫做 那么男生叫做习了 那么我们简称为乌 看到乌这个字的时候 大家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想象 认为乌他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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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祭师 那么他在 他在 对 他在做一个仪式 确实如此 那么在 原始的 这个宗教的 艺术的起源来说 他确实源自于很多的仪式 那从这个仪式当中 他发展出了所谓的 艺术的种种的形式 所以我认为乌这个角色 这个人 他扮演了艺术的滥上的 推动的角色 那么乌这个人 他怎么样去 去 就是这个艺术的部分呢 他透过舞蹈 那么透过音乐 透过符号 透过文字 甚至透过图像 等等的部分 所有的 我们所认识到的 所有的形式 跟媒介 然后去传递 传达 表达 那表达什么呢 真理 道 以及知识 那么从这段文字的描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 所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八大艺术类型 都源自于这个角色 那么他的动作 就是舞蹈的起源 那么他哼唱了一些歌词 一些唱歌 一些旋律 成为音乐的起源 那么他画了一些图画 一个符号等等 成为了美术的起源 他写了一段文字 说了一段话 写了一段文字 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的起源 图像也是如此 那么他透过这样的形式 去传递了一种 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 生命的真相 那么人类从一个 不知的一个状态 到一个知的状态 这就是整个艺术的 起源的过程 那么 很多人都认为 就是说 以前我在学艺术的时候 那么有老师 他也曾经尝试过后 悟这个状态 是一个像 Kidan一样的状态 因为他传递一种 他已经好像 不是他自己 他好像不是他自己的感觉 他好像是 好像进入另外一种状态 一种 不是他本人 他好像是扮演了 另外一个角色的状态 而去传递真理 传递道 传递知识 传递我们所不知道的技术 记忆等等 那么很多人会把 这个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称之为Kidan的状态 那么 后来我自己在经过 这么多年的摸索之后 我觉得不 不是他这个角色 这个状态 是在一个高度的意识状态 他非常清醒 非常清楚 我们都知道 Kidan他是在一个昏迷 或是不清楚的 意识不清楚的状态 然后他突然说出了一些话 说出了一些 一些事情等等 一些现象等等 或是告知某些事情 但悟这个角色不是 我觉得他是这个 高度意识状态的 一个状态之下 他把这样的高度的真理 跟知识传递下来 传达下来 表达出来 那么透过文字 舞蹈 音乐 图像 符号等等 各种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高度意识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艺术 一个状态 他其实就是 身口意 又叫做身心意 或者身语意 这样的一个状态 浑然一体 无我 他心里面没有 没有我的感觉 没有我 没有我是谁 我是等等 没有 没有我是 黄某某 陈某某 没有 他就是一种 非常轻 浑然一体 无我 但是意念清明 这个部分非常难去描述 我觉得就在一种高度的活在当下 或者在一种高度的意识 非常发展的状态之下 我们才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 一种意识状态 他浑然一体 那么像什么呢 那么《道德经》曾经有一句话 他提过就说 谎兮呼兮 呼兮 谎兮 其中有金 其中有物 就谎兮呼兮 翻译起来 我们现在用语来说叫做恍惚 恍惚好像这个人精神不集中 好像被带离现场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老子说的恍惚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说的恍惚就是浑然一体 浑囤的状态 牲口意打成一片 圣语意连成一条线 圣语意变成了一个 等等 那么再这样那个状态就是要浑然一体 同时意念清明 那么这意念清明 就是他不是在一个迷失的状态 不是在一个昏迷的状态 而是在一个非常高度意识发展 非常清楚 就像禅宗所说的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但是又在一个无我一个状态 好了 我再继续把很多的这个章节聊完之后 下面我们来再看一个影片 所以我引用一个西方一个大师叫做第四道大师叫做葛吉夫 那么他谈论艺术 那么第四道他体系非常的庞大 上至天文地理 上至我们所谓的艺术修行等等 那么他都谈论到 那么其中他的一个大弟子叫做Wispensky 那么有一次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谈 葛吉夫 你谈论了很多有关宇宙的一些真理 现象 包括人的一些部分等等 他觉得艺术家应该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吧 等等 那么葛吉夫呢 就听了他的问题之后 他就跟他说 他说你谈论的艺术 跟我所谈论的艺术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艺术是怎么样 那个葛吉夫是非常尖锐的 他说你所说的艺术是主观的 那么葛吉夫说 他说的艺术是客观的 客观艺术 那么当我第一次听到客观艺术 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自己也非常的吓一跳 惊讶 因为我们都知道 艺术都是一个 每个人的一种内在的心情 内在的感觉感触的一种表现 那不就是艺术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吗 最重要的一种发挥吗 每个人都有他内在的一种感触 感知跟了解等等 那么葛吉夫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一段话 我觉得这段话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那么就可以分解出主观艺术跟客观艺术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他说你所称为艺术的 只不过是机械性的重新制作 对大自然或者是他人的模仿 或者仅仅是幻想 或者企图做得像是原创性一样的 他说真正的艺术是相当不同的东西 在艺术的作品中他特别提到这个 特别是古代艺术 他非常强调这个字 特别是古代艺术 你会看见许多你无法言喻的东西 它们含有某种你在现代艺术中感觉不到的东西 他就回应他的弟子 说在你的艺术里一切都是主观的 他是艺术家对各种心情的感知 他是艺术家建议表达心情的种种形式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主观的艺术 那么他提到了一个例子 他说面对同样的一个落日 一个非常夕阳美好的一个落日 有些艺术家在戏里面挑起了欢愉 日落 那么有些艺术家看到同样的日落 挑起了哀愁 同样一个景观 为什么会挑起不同的感受等等 都来自于每个艺术家内在当中的 个别的心情的感知 或者他他内在的某种联想 他也许在看到这样的日落景观的时候 他想到了跟太太蜜月的时候 所以心里面挑起了欢愉 那么也许某个艺术家看到这样的日落的时候 想起了他跟他的女朋友男朋友分手的时候 他挑起了哀愁等等 他都是每个人心里面的一种心情的感知 心情的体认 透过一种联想 透过一种幻想 透过一种想象 而把这样的心情 透过艺术而展示出来 那么他称为这样的艺术是主观的 那么每个人的心情 随着他自己个人的心情 而去做一个主观的发挥 那么葛基夫说客观艺术 他说我所认知的艺术 跟你所认知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客观艺术呢 这段话很重要 那么也曾经深深地震撼了我 他说在真正的艺术中 没有偶然的东西 它如数学般的精准 那个乌斯珍斯基问葛基夫的时候 他说艺术就是有一种不精准 对不对 艺术就是一种模糊地带 才称之为艺术 他好像有一个非常模糊的 非常寒荣 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等等 可是葛基夫说不 他如数学般的精准 这句话让我深思了很多年 他说每样东西都能被计算 被预知 在这种艺术中 艺术家知道 并且了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他说艺术家是 他自己知道他内在 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不是谁叫个人心情 想要去表达 他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 他说他的作品 不可能让一个人产生一种印象 一种感觉 一种感触 而让另一个人产生另一种印象 他不可能 他说当然 他是假定这两个人位于相同的层次 两个人 一个读者跟创作者 在一个相同的层次 一个观众跟一个创作者 在一个相同的层次 他们才会互相了解 才会互相知道 那么他 他将总是以数学的精准 制造相同的印象 不好意思 他说 层次较低的人 将永远接受不到 层次较高的人所感知的 他说这是真实的 客观的艺术 他说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你想象 某一些科学上的著作 某一些科学上的著作 例如一本 论述天文 或者化学的书 不可能这个人 对他做这样的了解 而另一个人 对他做那样的了解 他不可能 为什么呢 每一个 已经有充分准备 有能力读这么一本书的人 都将恰如其分地 了解作者 所要表达的意思 他讲得非常清楚 一间科观艺术的作品 就是这么一本书 他说 一个科观艺术的作品 就像一本书 这么的精准 那么差别只在于 它不单单影响 人的理智部分 还会影响人的情感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影响 我们的思考状态 思想 它也影响我们的情感的部分 那么后来 葛基夫讲完了 这个主观艺术 跟客观艺术 之间的一个差别之后 他举了个例子 那么他说 他年轻的时候 他们探险队 到了一个印度库什山的山脚下 去探险旅行 在那个库什山脚下的沙漠当中 他们发现了一尊雕像 那么这个雕像 看起来像一个神指 神的雕像 又看起来像一个恶魔的雕像 你知道印度很多雕像 有一些是很愤怒的形象 一些非常奇特 那么对一个西方人来说 这样的异文化非常的奇特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这尊雕像 非常的特别 那么过了没多久 他们开始去观察这个雕像 那么他们观察这个雕像当中的头冠 他的手背 他的脸孔 他的手的脚身体 都有不同的纹路 后来他们发现 在这样的深度的观察 跟深度的感受当中 他们去感受那个雕像 发现这个雕像 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 异文化的一种奇特 或是很奇异的感觉 他在诉说一个真理 他发现这个雕像当中的 所有的东西 不管是花纹 不管它的头冠 所有的等等的身体上 没有所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东西 不具有意义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雕像当中 每一个部分都具有意义 而且在这些图文 雕像当中 他们发现 这个雕像在虚说一种 宇宙的真理 这就是艺术的客观艺术 非常的精准 当然每个人都在同样的 一个理解的层次 那么我们就会去 可以理解这个 所以艺术在这个部分 可以清楚地表达 五比一 就是艺术是把一个道 知识 真理 宇宙的 个人生命的 融会 透过艺术的形式 变成了一个 融缩成一个作品 而传递 传达出来 这样的一个精神 跟它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举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雕像 大家 马来西亚都有很多印度人 我有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的印度朋友 那这个雕像 就是印度教的师婆神 我们光是只是看这个雕像 只是光是看这个雕像 就觉得 哇 这真是一个精美的艺术作品 没有话讲 真的是一个精美 好看得不得了 但是呢 你知道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师婆神的 所有的含义的时候 那么所有印度教的教义 它的核心 它的精神 我们已经完全了解 它里面记载了所有印度教教义的 所有的东西都浓缩在这个雕像里面 OK等等 那这是一个客观艺术的作品 那么它也叙述了整个印度教教义当中 一个非常核心的圣奥的部分 它透过一个雕像 让我们感知到了 了解到了印度教的整个教义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么这个福西 盘古福西 这是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华人世界 是非常 非常熟知的 那它是我们的老祖宗 那么开天辟地 就是这一对夫妻 所开辟出来的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看 左边的那个雕像 你看 左边的应该是福西 它拿了一个工具 一个道具 右边的应该是盘古 它拿了另外一个道具等等 这两个道具 说的是一个是规 一个是矩 规矩 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天地也是这样子 被划分出来的 天地有它的规矩 那么中国人 尤其是华人世界 认为天原地方 就是它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当中 就可以了解了 中国中华文化的哲学 原来是从这样的一个部分 渗透到我们整个的生活 整个的信仰 整个的文化的脉络里面去 它来自于 它来自于它最刚开始的起源 来自于那个最高的真理 那么福西盘古 就是这样一个影响了 我们整个华人的文化 精神世界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看 客观艺术 它把所有的 有关中华文化等等的 一个概念 精神 理念完全融会到 这样一个神话的图片当中 我们再往下看 我找了很多的一些 有关艺术的作品 不管是绘画的 雕塑的 建筑的 等等很多 美术的 那么也希望能够佐证 我们刚刚说艺术起源的这个部分 这幅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曼陀罗 那么大家可以 可以仔细地去看看 它是不是一幅非常美丽的 美术作品 非常美丽 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任何人知道这个曼陀罗的 所有的内在的精神 我们就了解这幅画在说什么 以前我在修那个 我跟刘老师 跟一个藏传师傅 在修密宗 那么我们就修到了什么 金刚界 太藏界 也有两幅曼陀罗 这两幅曼陀罗看起来是非常的精美的 就像这幅这么的精美好看 但是呢 这两幅金刚界曼陀罗 跟太藏界曼陀罗 它说的不是它的艺术的好看 等等不是 它说的是法在里面 如何修金刚界 如何修太藏界 它是用一个图画 让修法 让佛的世界 透过图画 而去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记录下来 这样的保存和记录 从事也是一种传达 所以你看这个曼陀罗 这是美得无以言喻 没有办法去 我们只能够去感受 那么一般我们不了解 曼陀罗的内在精神人 光是看这个图画 都觉得它美得不得了 我们看下面 这是符号 那么这很多的符号 有东方的符号 有西方的符号 等等 那么每一个符号 它说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它说的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那么它透过符号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最熟悉的太极图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图画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 太极的所有内在的意涵 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这幅图 它在说什么 所以印证了葛吉夫所说的 一件艺术作品 是一本书 非常精准 如果我们了解 了解它所有的内涵的时候 我们已经 我们了解书里面的 所有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了解了它所有的真理 那这所有的真理 被归纳成 被浓缩成一个图像 把所有一本书的精华 浓缩成 在一个美术作品当中 在一幅图像当中 在一幅符号当中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太极图 我们了解了中华文化 所有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 根本的真理 那么包括到了明清 唐宋元明 那么非常的出名的 禅重的一些画 意源像 也是如此 你看它表达的是 我们看这个意源像 它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艺术作品 但是禅师在画这个一幅画的时候 它不是为了艺术而创作的 它是为了要传递它内在当中的圆满 佛性自信的圆满 而把它花了出来 而这样的一个意源像 成为了现在我们对于很多禅重的一种 精神的了解 它是从这里来的 看包括这幅图 在日本京都的寺院里面 也常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 像这个六四图 它什么都没有 你看它 不管它的构图 它的浓淡等等 它都有一种种美术 跟奇妙的微妙的平衡等等 它也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 但是它说的不是艺术的部分 它说的是内在的舞我 内在的观照 那么看到这个八大三人的这条鱼 是非常的稀松平常 但是它的精神在哪里 在那个它的眼睛 如果大家看过达摩图的时候 就会知道达摩的那个眼睛 这是所有的禅宗 达摩像里面一个非常重点的东西 那个眼睛像什么呢 贯穿了所有视线的幻象 而进到生命的本质 那个眼睛就是贯穿 进入每个人内在的本性当中 这条鱼也是如此 你看它的眼睛 贯穿 好像它带领我们突破重重的幻象 而进到一个真实的当下世界 真实的内在的宇宙的世界 那八大这个也是如此 这个孤鸟图 你看不管在艺术形式上 它都达到一种平衡 以及它传递出来了禅宗的孤独 孤寂 接下来我从在建筑上来说 也是如此 那么 Waspensky就问说 那在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 所谓的客观艺术的作品吗 那么葛基夫跟他说 有 埃及的金字塔 跟他在师生的面相 就是一个很好的客观艺术作品之一 那么埃及的金字塔 我们都非常清楚 大家都耳熟能详 它是一个客观艺术作品 我们看看其他东方的一些图像 一些建筑 所以客观艺术作品 它不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形式 它在很多的形式当中 都可以被表达出来 那么各德式的大教堂 那么各德式的大教堂 或是说我们东方很多的一些部分 它是这样子慢慢产生 慢慢这样子一点一点的传承 慢慢一点一点的积累 而看到它的脉络的形成 各德式大大堂不是 但是突然间产生的 那也许在某个时代 有一个 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高度意识发展的人 他创造了这个建筑形式 那么去过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 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 各德式的大教堂 非常跳高的时候 我们的心行感觉 我们的心行不只是沉淀下来 安静下来 甚至好像我们的心 一直在往天堂在走 往天上在走 那么所有的芭蕾舞都是如此 你看所有的教堂 它的尖尖的塔 一直往天上走 那么也影响了后来的芭蕾舞 西方对舞蹈的动作的一种影响 那么东方也是如此 那么东方是一山而建 一地里而建 那么东方的所有的舞蹈动作 都是非常grounding的 我们看民族舞 看东方的武术 尤其是太极 它都不往上飞的 它跟土地很接近 所以这样的一个背后的精神 影响到了我们生活当中 不管是生活 艺术等等所有的东西 它都来自于它的起源 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起源的时候 我们了解我们对很多的东方文化 是西方文化等等 不管是宗教 艺术 哲学 我们都有个非常清楚的 盖那个脉络 这是柬埔寨的吴格库 离我们东南亚 离马来西亚非常的近 两个小时的飞机 就到了这个地方 吴格库讲述的是印度教的教义 所谓的虚弥山 五大洲 它是根据印度教的教义 而建造出来的一个建筑 那么接下来这个寺庙叫做婆罗浮屠 也是离马来西亚 东南亚非常的近 离马来西亚大概一个半小时的飞机 从日亚再开两个小时的车 就到了这个婆罗浮屠 那么我自己本身去过两次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非常惊讶 大家看这个形式就发现 它是一个立体的曼陀罗 它的整个的建筑的形式 都是依据佛教的内在的精神 而去建造出来的 那目前还是一个寺庙 还是可以有祭祀 仪式 参拜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寺庙还在 那么我奉劝 如果这个疫情过去了 大家可以自由地旅行的时候 吴歌窟 婆罗浮屠 是离马来西亚 六门 非常近的两个国家 去看看 去感受那个客观艺术的作品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从文字上来说 我找了两首诗 那么大家很熟知的六组会 慧能的是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废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爱 慧能是没有读过书的 也不会写字 当一个借近客观意识的人 或者说已经在客观意识状态的人 他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此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无我 他没有解说 我好像一个菩提树 菩提本来没有树 我的内心像一个明镜 他没有无我的状态 我们从这个诗当中可以 可以弃落到一种超越的状态 他就告诉我们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宇宙的一个真理 生命的真相 他透过文字 透过文字就是文学 那么这首更像是文学 空山不见人 单闻人与想 反景录生灵 呼召清态上 有没有发现这首诗是唐朝王伟写的 他是一个大事人 我觉得王伟在生命的状态当中 很可能在某个叉挪之间 他碰到了那个状态 刚好跟他的在去爬山登山的时候 刚好那个状态跟这个情境突然间吻合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很多的诗 唐朝的 宋朝的诗 很多都叙述一种内在当中 不是个人的心情 而是一种无我的状态的一些诗等等 那么我们刚刚看过了很多的图片 很多的一些例子 例证 就可以知道 葛吉夫刚才说的一件客观艺术的作品 如同一本书 那么当一个人 他达到了一种内在的高度的意识状态 一种无我的意识状态的时候 他碰到一个无我状态的客观艺术的作品 马上砍 契合 他了解他说的是什么 无论这个作品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都不重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讲了那么多有关客观艺术 或者主观艺术 有一次客观艺术 所以一个艺术家 说实在 我自己认为 一个艺术家 应该是朝向客观艺术的方向去走 那么把我们内在的了解 内在的对真理的串透透透过艺术作品传递出去 不管你透过文字符号音乐舞蹈戏剧等等 很多的形式图画传递出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常常勉励我们一些我们的团员 还有一些分享来上一日禅的一些朋友 我都常勉励他们 艺术家很辛苦 艺术家朝两个方面去锻炼 一个是技术的锻炼 一个音乐家他必须每天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去锻炼他的技术 锻炼他的技术 锻炼到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掌握得非常的熟练 与此同时他也要锻炼他内在的部分 他内在的体悟 他跟道之间的 他跟深远的哲学的宗教的或者生命的 有关生命的部分的内在的体悟的部分 他同时要下功夫 那么这个部分我再用一个四个字来描述 叫做活在当下 那么所有的打坐 所有的内在的追寻都跟当下有关 那么不管你是透过打坐的方法 你是透过念经什么的等等 他是在我们内在的意识部分下功夫 内在的意识下功夫 同时在外在当中技术的锻炼下功夫 两者同时下功夫 当有一天这个外在的技术跟内在的体悟 达成了一个契合 我们就会经验到在那个颤炉当中 一个高度的意识的状态 浑然一体 一念清零 好的 那么有关这个艺术的 这个艺术的缘起 我已经花了好像几乎半个小时 在谈这个 在接下来的下一个单元 那么聊到幽人神谷的有关的一个 还有我自己的一个背景的 的启蒙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段幽人的影片 让大家转换一下心情跟气氛 有好几个幽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都在短短的两分钟当中 那么让大家先了解了一样部分 其中金刚星在2014年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演出 那我希望在未来的两三年 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带幽人的另外一个经典作品 再去跟大家分享 那么表演的启蒙 对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表演者 虽然我年轻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我在家乡乙保常常有很多的表演 我也在这边也特别的感谢 我的启蒙的打拳的启蒙的一个地方 叫做乙保中国进舞体育会 那么不是因为进舞体育会的 这样一个多年的一个淬炼 一个磨炼学习 那么可能也没有现象的我 或者对艺术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在乙保进舞体育会的时候 确实那边打下了一些拳术 挤鼓 一些基本功等等 那么我们常说 诱人有所谓的三打 其实不止三打了 所谓的打拳打鼓打坐等等 那打拳是诱人的一个平常的一个训练 我教他们在打拳的时候 以进舞体育会的弹腿 功力拳 十套基本拳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基本功的方向去做训练 那么同时呢 那也融合了近距的一些基本功 武术的武术跟近距的基本功把它融合起来 然后变成了一个表演的身体上的一个训练 那么另外就是所谓的打鼓 对 也是我们每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训练之一 打鼓 打坐 1992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印度 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 我在印度遇到了云游生 第一位师父 他就叫我打坐 他说打坐是一个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也没有未来的一个状态 这个刚刚跟我说的客观 有点像这个无我 无我的感觉 浑然一体 生与异 浑然一体 无我 意念亲民 对 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也没有未来 整个宇宙 最真实的片刻 仅在当下 所以后来我就在印度就跟着这个老师 跟着这个师父 打坐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离开了这个师父之后 去印度去到处旅行 旅行的过程当中给了我很大的感触 由于是我在玩的那戏 看到烧尸体的时候 非常的 对那种生命的直接的冲击 让我毅然决然不回来台湾 我就写了奉献给刘老师说 我先留在印度半年 因为我很想了解自己 这里面也让我了解到那件事 静坐跟打坐 他不是追求一个奇妙的境界 不是 他其实 他的初衷是来自于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内在是怎么一个情况 了解人是怎么一回事 等等 后来我就回到了菩提加业 找这位师父 他就叫我怎么继续在打坐 然后我就留在印度半年 半年之后就把静坐 就带回到了老泉山 幼人生活 我那时候就跟刘老师说 我们先打坐再打鼓 因为我觉得艺术是这样子 打鼓艺术 它是个加法 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二等于四 一点一点的累积 就像个技术的累积一样 那么打坐是刚好相反 是减法 减之又减 减之又减 减到心中一念不生 一个念头都没有 无我的状态 但是这个一个念头都没有 又不是说昏沉昏迷的状态 而是一念亲密 就我刚刚说的 等等 然后我们就打坐 就成为了我们日常训练当中 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 那么除了这个三打之外 其实还有刘老师的客观剧场的训练 早期80年代的时候 刘老师在加州跟着他的老师 Kotowski训练了一年 在大自然当中 那他常常讲了很多的故事 让我们分享给我们 那真是一个魔鬼的训练 很奇特的就是说 当刘老师在分享 这个客观剧场的训练的时候 Mr.Kotowski他常常讲一件事情 Be alert Be conscious 那翻译成中文就是 警觉的 觉知的 有意识的 Be conscious 等等 跟我学打坐的 那个云游生 叫我打坐的云游生 也是讲这样的话 他说 我们要时时的警觉在当下 时时的觉知在当下 时时的有意识的生活 即便这个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走路 吃饭 睡觉 穿衣服 等等 那么你就 你就把意识放在 你正在做的事情上面 你走路的时候 把意识放在走路 吃饭的时候 把意识放在吃饭 起心动念的时候 把意识放在起心动念 看着他生起灭去 看的时候 好好的看 听的时候 好好的听 等等 这就是当下 然后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 现在是个美丽的早晨 我们在树下坐着 风吹过来很凉爽 阳光 明媚 这么的美丽的一个风景 他说 你有没有听到树上的鸟叫声 确实如此 因为我们心中 充满了很多的念头 充满了很多的一些 情绪的起伏 以至于我们看不见 听不见 甚至只是模模糊的看见 模模糊糊的听见 我们没有真真实实的活在当下 那么在那段半年的 学法活在当下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内在的一些感受 这种感受呢 在禅中来说是非常 所以后来我就 半年之后我回到台湾 我就开始看禅中的书籍 我发现有很多的部分 突然间我看得明白了 比较清楚明白 比如说有位禅师 问一个徒弟 一个徒弟问一个禅师 那什么是道 如何是道 禅师就回答他说 吃饭的时候吃饭 走入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睡觉 那个徒弟就问那个禅师说 我们平常不是如此吗 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睡觉就睡觉 那个禅师说 不 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好好吃饭 万般思索 念头纷飞 万般思索 想东想西 想过去想未来 不在当下 睡觉的时候不好睡觉 千般思虑 做梦 担心明天怎么样 担心干嘛 想要计划什么事情 万般思虑 千般思索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到我们很少会经验到当下 一念不起 一念不生的状态 当我们这样一念不生 一念不起的时候 我们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而且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能量 而且看得非常的广 那么客观剧场在做的也是这个部分 所以客观剧场在做的就是 刘老师带我们做一些非常魔鬼性的跑 走路 一些动作 一个不断的 有时候我们一跑 就跑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不停 这当中还要停 还要警觉 还要看 哇 那真的是非常魔鬼训练 但是又不能够掉入到一种 情绪性的 或者是想象性的过程当中 它让你alert 警觉你的伙伴 警觉现在当下发生的事情 看 听 这是客观剧场 Gotowski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 它真的是有益于我们对于艺术的部分 我们对于很多艺术的训练 都通常就说 你要用你的想象力 对不对 想象力 你要利用你的幻想 甚至用你的联想 你从一当中联想到二 二当中联想到三 这是我们平常的内在的状态 从西班牙想到葡萄牙 葡萄牙想到南非 南非想到马来西亚 从马来西亚 从马来西亚想到某个朋友A 从朋友A想到朋友C 这样子 整个是非常混乱的 这是我们目前内在的状态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训练 叫做云角 那么大概每两三年的时候 剧团就会透过一个长时间的云角一个状态 那么去深入到民间 深入到台湾的各个乡间 那么去拜访一些幼稚的力量 去跟幼稚的力量学习 跟土地学习 那么也透过云角 让自己有内在当中纪念一种 很无我的 很内在庆明 很英恋的 在专注当下的感觉 我们云角好几次 印象让我最深刻就是2008年的时候 我们云角了50天 从老泉山出发 从走到东部 经过东部 从墾丁绕到高雄 台中 一路回到台北 总共50天 1200公里 然后拜访幼稚的力量 那时候50天 演了大概33场吧 我记得 很奇妙的 看起来很辛苦 1200公里 但是呢 我告诉团员 以及告诉所有参与云角的朋友们 我说 虽然我们看起来50天很遥远 1200公里 也不晓得走不走得回来 会不会因为脚骑水泡了 确实是有 或者说脚不能走啦 就等等的 我说没关系 只有一件事情 把心安住在当下 安住在一步 你只要走一步就好了 走完一步 再走下一步 走完下一步 再走下一步 就这样子 一步一步来就好了 只在不当下 这样这个走路方式 没有焦虑 他就只照顾脚下一步而已 一直走一直走 只照顾一步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走了二三十公里 今天的目的地就到了 那明天也是如此 那么经过了50天的云角之后 可以看到整个人的内心当中 身心不只是内心 身心一起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他的能力正强了 他的心念里面非常亲民 非常非常奇妙这种一个训练的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葛基夫的神圣律动 那就是刚刚说的客观艺术的那个第四道大师 那他的神圣律动 他是透过一种动作 让我们敬验到像打坐一样的感觉 每年甚至每两三年 我们就邀请一个神圣舞蹈的一个老师 来到台湾 来跟他上工作坊 上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这样的一个工作坊 从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律动当中 我们从身体当中 也可以经验到像打坐一样的感觉 这个部分让我们 让我们也对表演当中 有非常多的帮助 那当然大家看到的那个实践之外 有一个背着鼓这样子打的那个段落 很多部分是从神圣律动的部分转化出来的 甚至云女共舞 那么今年我们演完了云女共舞的最后一场在高雄 那云女共舞也利用了很多的 运用了葛基夫的神圣律动 转化成了一个作品 输费旋转 对 也是一个我们的训练之一 那么在天海之星 在金刚星 甚至实践之外 大家都看到很多 把输费旋转 转化成了一个作品的部分 其实输费旋转也是一种精性的训练 它像一个 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会经历到像台风一样的感觉 就回到当下 当下的那个内在当中 一个不动的 不动的那个点 就像台风眼 非常安静 宁静的台风眼 外面它如何的混乱 都没关系 只要回到那个不动的宁静的点 我们就可以转很久 转一个小时 转两个小时 甚至有些人转好几个小时 像这个输费旋转的路米 这个创造者路米 发明者 他转了三十五个小时 那当他转了三十五个小时 倒下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笑他 哇 终于倒下来了 可是路米也在笑他 也在笑 路米看到他自己 倒下来也在笑他自己 他说 你这个人终于倒下来了 同时 他倒下来的那个颤摩 开悟了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路米 这是我们在山上剧场的 一个演出 这是幽人神谷 听海之星 所谓的三个大乐器的 一个部分 大神谷 大超螺 大铜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道具当中的一个 骨架的部分 螺架的部分 他就是他很像一个艺术品 他就是一个艺术品 他是我们一个原住民 那个艺术家朋友 叫做吉拉黑子 那么请他创作出来的 那么这个听海之星 第一次到了法国 亚维隆演出之后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评论 那么从此又就踏上了 国际舞台 那么他是幽的第一个 经典的作品 这是听海之星当中的 其中一个作品 叫做听海之星 他用了台湾的五个铜螺 运用了中国武术 太极的一个融合 融合出了一个作品 那么我形容 听海之星这个铜螺 这个段落 是幽人神谷 第一个作品 把音乐跟身体 做了个非常完美的融合 的一个片段 那么这个片段 在欧洲受到非常好的 一个大的回响 每次欧洲的观众 看完这个段落之后 他们的鼓掌 是非常奇特的 非常深沉 非常很难讲 可以看出来 他们内在有一种悸动 同时有一种 被宁静的东西 被碰触的感觉 那么这个铜螺的 这个作品 是实践之外当中 的一个片段 我觉得这个实践之外 也叫做实践之外 这个段落 我觉得是实践之外 这个作品当中的 经典的经典 那时候我就运用了 太极的身体 跟铜螺的声音 融合出了一种 一个身体 舞蹈 跟音乐之间 我觉得是 几个诱人当中 一个音乐跟身体 融合得非常 非常奇特的一个作品 非常奇特的一个作品 对 那个太极的流 跟铜螺 出来的那个声音的流 那个 哇 简直就是完美 我觉得说 不管是声音好听 它透过视觉的时候 视觉动作的时候 把那个声音 好像被视觉化 声音变成了舞蹈化 然后舞蹈的动作 变成了听觉化 它里面有一个相乘的关系 音乐跟身体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聊到这个部分 为什么说 声音即动作 动作即声音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多人听了会非常的矛盾 声音就是声音 动作就是动作 对不对 也不是 两者是二 虽然是二 其实是一 这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 有转化 神圣律动的 的部分 而转化出来的 玄中窝 实践之外 当中的一个小段落 对 那这个作品是我在2008年云角的时候 想到的是这样子的打鼓 我在想说 鼓怎么把云角这样的一个意象 透过声音 透过鼓 而被转化一个作品 后来想到 把鼓做小一点 做得轻一点 然后把它背在身上 背在腰 背在肩上 然后做一个移动 这样的移动很像云角 这个移动就像神圣舞蹈当中的 一些一个 移动的分裂的一个训练 我就把神圣舞蹈 跟击鼓 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运动 一个结合 这是金刚星当中 女生的金刚王宝剑 这个作品 我非常喜欢这个段落 因为我觉得女生在打这个 侧骨的时候 她有一种阳刚 同时有一种女性的温柔 很奇妙 鹰跟羊同时会合在一起 就像那个听海之星当中 那个男生的铜锣 我常常 我就不晓得怎么去形容 那种身体的状态 她必须具备 武术的阳刚的美 同时呢 又必须有一种内在的太极的柔软 很奇妙 刚跟柔被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女生的这个段落也是如此 硬跟羊的力量 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这也是金刚星当中的一个面具舞的部分 开场 这是金刚星当中的慈见之星 我相信很多看过金刚星2014年的朋友 应该不陌生 这个片段也是我觉得是一个 幼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 他用长棍来击鼓 全世界没有一个击鼓的一个团体 用长棍来击鼓 那还好 我真的有学过武术 武术里面有棍 刀 刀术 还有枪的一个部分 这几个病情我都学过 在医保金无体会都学过 所以到我想到说 用长长的螺锤可以打铜螺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长长的棍子来打鼓呢 那当用到长长的棍子来打鼓的时候 发现身体的移动 身体必须要被移动 这样的移动的过程 它跟武术有关系 跟舞蹈有关系 如何移动 同时他在舞动这些棍子的时候 他必须要运用到很多的病气的原理 然后我就把刀法棍法跟枪法融合在这个部分 虽然它棍子又不像刀 比较像棍又不像枪那么的长 可是里面很多的手法 我都把刀 剑 棍跟枪的一些手法融合在里面 在技术上 然后这个段落是描述于 就是金刚星当中的持剑之心 文术 势力菩萨 一手持剑 这棍子就象征像剑一样的一个部分 一手持剑 一手持经 这样的一个意象 象征一个智慧的一个部分 持剑之心 那么很多人看了幼的一个作品之后 他们都会想说 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 幼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 其实开宗灵异就是 幼就是道义一体的团体 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艺术的起源 我觉得艺术是把道的精神 真理 个人的生命 真理 宇宙的真理 或者知识 透过艺术传递的感觉 这就是道义一体 当我第一次把打坐带回到 诱人神谷的山上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笃定 我说这个打坐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因为当一个人他理解他自己 了解他自己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不一定要做艺术了 那么他做什么事情都会非常的有素质 你做一个清道夫 或者做一个黑手 或者在餐厅里面煮一个面 做一个厨师 你做任何的工作都没什么关系 你只要把道这个精神 带入到你的工作当中 你的工作当中就会产生道一样的素质 OK等等 那么就像法华经所说的 一切自身产业 介于道不相违背 那道是中心的 他可以进入一切自身产业 不管你是做生意的 你是做艺术的 你是做什么的 做厨房的 做餐厅的都可以 你把它带进去 他就成为了那个 你的工作当中一个 非常具有高度意识的一种行业 OK 所以我看待艺术是这样子的 那么看待所有的工作也是如此 把道带进去 那么 又竟然是一个以打坐为主 这个一个为核心的一个团体 那么道自然是他跟艺术之间 作为一个一体的一个训练 这个理念跟宗旨 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还有一点点不太明白 那么有很多 刚从印度回来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就会质疑 打坐作为训练 打坐可以表演吗 我答不出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打坐坐在那边 坐着不动 看着自己 看着自己的起心动力 这对艺术创作有帮助吗 等等 这对表演有帮助吗 我曾经也是有带着这样的疑惑 但是我心里面又坚定不宜说 打坐是在生命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时候 也同时会了解别人 那么从这样的状态当中 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看不见的 听不到的 等等 后来有位老师叫做林古方老师 那么他也是我禅学的一个老师 我曾经跟他上了两年的禅学课 他也跟他上一些禅艺术的课程 第一次他找我跟刘老师一起去找他 他开宗灵异 就跟我们说 他其实优现在所做的事情 那时候大概我是从印度回来一年多的时候了 优现在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中华老祖宗所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东方艺术家古来就是如此 就是道义一体 所有的中国艺术家 从古至今都是道义一体的 我们看水墨 看很多的书法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艺原像 禅宗的艺原像 六诗图 我们发现 或是一些诗词当中 你会发现 他们说的不是个人的心情 而是个人对宇宙生命的了解之后 所反出 所回馈出来的一种 一个作品 OK等等 从此之后 我跟刘老师就深信不疑 道义一体 那么作为优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团体 他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空的一种 一种存在的价值 跟存在的信念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 是说 又到底是怎样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呢 他又人神鼓 又几鼓好像是跟音乐有关系 但是看起来这里面有动作 OK 有戏剧 有刘老师所谓的戏剧 客观戏剧的成分 在时间之外又有文字的 有诗词的 迎送等等 所以他看起来 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表演 单一的一个音乐团体 或者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舞蹈团体 因为他有动作 也不是个单一的舞蹈团体 他也不是一个戏剧的团体 OK等等 所以我觉得优是无法被归类的 他无法被归类 他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一个艺术 他把舞蹈 音乐 戏剧 文学 都融合在了他的艺术作品中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物的状态 在古代起源的时候 诗 乐 文字 图画不分 他们是一体的 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做表演艺术 四月五是不分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四月五不分的一个状态 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剧种当中 通常都存在在一些 古老的东方乐种当中 比如说金剧 那么日本的卡布基 一些能剧等等的 印度的一些古老的戏剧 还留存下来的 尤其是金剧 我们大家都了解的 平剧 一动就是舞蹈 不管他讲话或是唱句台词 他就是音乐 而且在动作跟音乐当中完成 那么这些音乐跟文字 就是诗 就是文学 所以这三者之间 变成是一体的 不分 所以很多的古代的剧种 他们是不分的 四月五 那么尤其表演的部分来说 也是如此 四月五不分 浑然一体 这是我是这样子 看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表演团体的一个部分 也是一种定位 所以有的很多的作品跟他的精神理念 有传统的精神 那么但是我觉得又很当代性 那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很多的图片 比如说那个艺人像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几百年前的一个作品 即便拿到现在来说 都具有他的当代性 那么葛基夫就提到这么一句话 他说 所有的客观艺术的作品 他好像不受时空的影响 即便他是几千年了 或是几百年了 那么当我们现在被我们被观看到 或是被听到的时候 他同时会让我们有一种非常 非常有一种心里面非常悸动的感觉 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即便他已经几百年了 给他一种当代性 所以有些东西他不是 他不会受时空的影响 那么我也期许我自己 以及优优的这个团体 团员 我们能够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那么创造这个时代的作品 也同时具有来自于 几百年来的传承 一直走到当代 而这个当代又离传统 几百年几千年的传统 是不离的 它是一个一脉相承 相承的一个脉络 同时具有当代的精神 同时在这个当代当中 创造出了具有 这个时代的中华文化的作品 而同时具有客观的 客观的艺术的成分 这是我给自己的期许 好的 大家要不要先喝杯茶 好像我一直讲一直讲 可能有些都会很肾色 我们三十秒喝杯茶 让大家可以闭目 可以去沉淀一下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品尝了一杯午后的茶之后 我们再继续讲 会不会很坚色 这个哲学的茶洗 这个午后应该躺着喝杯咖啡 之类的 开玩笑的 那么表演一定有它的奥秘 有它的奥秘 有它的神奇的地方 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一直在追求表演的部分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表演的奥秘 就是三秘合一的时候 这句话来自于林谷芳老师的 脸题 让我吓了一大跳 他说其实三秘合一这个观念 它是从秘中来的 是从秘中来的 他说早期日本的一些卡通当中 常常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那个男主角 在卡通的男主角 被坏人 被坏人打得遍体鳞伤 快要打败了 那个男主角突然间想起了 一个老师的话 一个上师的话 一个师父的话 念那个咒语 突然间变身 变成一个非常强壮有力的一个 变身 然后就把坏人打败了 这样 OK 这样的概念来自于 那个 就是三秘合一 那什么是三秘合一呢 生秘 雨秘 易秘 身体 雨 心 或是口 身口意 身心意 意 我们的理智中心 头脑 身体 情感 跟理智 三个中心 身与意 身 三秘合一 但是很奇妙 在这三秘合一的时候 一个人就变身 啪 所以他在舞台上中 演什么 像什么 像什么 这样一个状态跟我之前所说的部分 又来到一个非常相同的点 身与意 浑然一体 没有我 有没有办法 当我们在扮演一个角色 变身的时候 扮演一个角色 我们不能够有我 我们把我 拿掉 里面是空的 就像镜子一样 空的 然后我们才能扮演角色 但是这个 这个同时呢 我们在舞台上又是 又不能够昏迷的嘛 对不对 那舞台 你一撞就撞下去了 一跌倒就跌下去了 就意念清明 清清楚楚 OK 那么所有的部分都不含无 我举一个例子 那么梅兰芳在演贵妃醉酒的时候 所有的观众看完之后 都无不迷醉 那么梅大师已经过世了 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 去了她的故居 看了她的贵妃醉酒的影片 这十几分钟的影片 让我目不转睛 带入到了她的贵妃醉酒的境界 跟那个情境当中 我就哇 天哪 她简直就是在舞台上 变成了贵妃 你很难想象 一个人在舞台上是可以变身的 但是她所有的城市 她所有的身段 她所有的舞台步伐 到哪里停 到哪里要下个腰 到哪里要干嘛 完全一模一样 城市没有变 那么她也不会因为 今天睡得不是很好 所以步伐就浪漱一点 没有 或者睡得不好 步伐就走快两步吧 也没有 所有的步伐 所有的城市 一丝不苟 清清楚楚 那么每一次演 都是十分多钟 没有说因为今天心情好 演个二十分钟吧 因为心情大好 或者说今天心情很坏 跟老婆 跟老公吵架 算了 演个五分钟就好 也没有 她不会随着心情 个人的心情好坏 而转变她的艺术的形式 跟状态 这就已经达到一种客观的状态 OK 当梅兰芳在舞台上这么迷醉人的时候 她一下台马上变成回到她自己 这就是表演艺术的奥秘 她一上台 身与异密 三面合一 身体 情感中心 跟理智中心 三个合在一起 那这三个中心合在一起的 一个训练 这个训练来自于 头脑一个念头都没有 情感中心非常的丰沛 但是没有情绪的起伏 很奇迷 没有今天心情好坏 它是一个非常淡淡的 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充满了 感受的感觉 非常活泼感受 但是又不像情绪的好坏的起伏 波动 没有 那就非常稳定 那么身体的动作清清楚楚 该做什么 该踢腿 眼神该干嘛干嘛 腰在哪里 完全一丝不苟 清清楚楚 身与异密 三密合一 头脑知道情感做什么 情感中心知道头脑做什么 身体知道头脑做什么 头脑知道身体做什么 情感知道身体做什么 身体知道情感做什么 所以这三个中心合而为一 互相沟通成为一条线 这时候就变身 那么葛基夫曾经说 曾经说 当一个人他经验到客观意识的时候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他说三个中心变成一个 三个中心合起来 成为一条线 这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理智情感身体运动中心 运动中心情感 理智三密合一 一个人就会经验到什么 了解 那么葛基夫说 我把了解这个字翻译成 另外一个东方的语言 叫做开悟 禅宗说的悟 就是了解 他说我们平常的状态当中 头脑知道情感不知道 有没有发现 情感知道 头脑不知道 身体知道 我们的心里知道 情感不知道 头脑可能不知道 OK 等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在当中的 三个中心 通常都不在一起工作 或是某一个中心 不理解某一个 他们没有一个建立的管道 那么一个表演艺术 或是一个艺术家 他所要训练的部分 就是如何训练这三密合一 三个中心同时下功夫 所以我刚刚又扣回到了 我刚刚说的技术的锻炼 内在的体悟 同时并进 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发现 梅兰芳不是说 我演一百次之后 终于有一次像贵妃 对不对 他是演一百场 他每一百场都是一个贵妃 都变身成贵妃 我们的很多的艺术家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我们在训练过那 我记得早期刚开始 踏入艺术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时候演了好多场之后 觉得这场比较进入那个角色 那么过了明天之后 就感觉就没有了 不稳定 因为身口易密 没有在同时一起工作 没有去同时锻炼 没有连接在一起 那么我刚刚举了 梅兰芳梅大师的例子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变身的过程 它不是来自天马行共的想象 它不是一个幻想 一个想象 当然想象有它的感受 我知道 它是来自以全然的观察 全然的聆听 全然的在当下 那么这个部分 是不是跟打坐很相关 所以突然间我们把艺术 跟生命的道理 生命的打坐 生命的了解 做一个完美的扣合 完美的扣合 道义一体 我在想 如果梅兰芳梅大师 他人生的目标是要成佛的话 他一定成佛了 我们往下看 好 这是 时间之外的一个铜锣 我在把 刚刚我 前面我提到一个 就说 时间之外了 这个铜锣 这个作品 动作 透过动作 我们可以把声音 声音被表达得更清楚 他把声音变成一个更立体的感觉 声音变成立体化 或是动作变成听觉化等等 我在2006年的时候 第一次做与你共舞 就是把葛基夫的神圣舞蹈 那么把它转化成了 与你共舞这个作品 用 好多年的一个 印度的一个行李的过程 了悟的一个过程 那把它转化成作品 就是2006年的 与你共舞的版本 那时候用了非常多的 舞蹈 动作 还有音乐的创作等等 突然间 我在工作 这个与你共舞的时候 有时候 我是会先把动作 先编作出来 然后再从这个动作 编作过来 我就去找那个音乐 就说去 晚上就把音乐谱写出来 有时候 音乐谱写出来之后 在存在当中 从听音乐当中 找到了它的动作 等等 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们一直以为 说艺术是一个 有各种艺术的形式 戏剧是戏剧 舞蹈是舞蹈 音乐是音乐 文学是文学 美术是美术 文学是文学 美术跟舞蹈不相干 突然都是艺术 都是不相干 后来我发现不是 动作即是音乐 音乐即是动作 那么它们内在 有一个本质上的 共通性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所有这八种 艺术的形式 不管是舞蹈的 音乐 戏剧 文学 美术 雕塑 包括现在的电影 跟摄影 每个形式不同 但是呢 它们都有一个 内在本质的 共通性 大家可以去想看 这个共通性 连把这八个艺术 它内在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点 那个核心的点 我公布答案好了 一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让大家去思考 音乐 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音乐系 舞蹈也是如此 音乐也是如此 戏剧也是如此 文学也是如此 它们内在的 本质的共通性 是音乐 起承转合 就是一个音乐 一个美术的线条 不管它是粗的 细的 浓的 淡的 远的 近的 就是音乐 那么音乐 大家就更清楚了 有远的 有近的 有等等 有重的 有轻的 有刚的 有浓的 这些东西都形成了音乐 动作是不是也是如此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 这首想象就很重要 你想想看 这个动作 是一个音乐 我们可以从动作当中 把音乐写出来 有没有发现 所以动作是 动作 形成了声音 我们也可以从声音当中 把动作 从声音当中 找出来 不是找出来 就是被创作出来 音乐 被视觉化 所以所有的八大的艺术 都是来自于音乐的共通性 那么这样的共通性被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只被一种艺术的形式所局限住 那么这是怀书的一个作品 很非常漂亮的字 但是有没有发现 我们从这些字的当中 可以发现 它其实像舞蹈 它其实也像音乐 我们如果是很仔细地去 整个人去感受 不管是看 整个人去感受 这个图片的时候 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动作 在自理行间 在笔触之间 在空间当中 流荡 音乐也是如此 我们就听到很多的 你可以听到很多的音乐 在这个笔触之间 线条当中 那么近代的台湾 有一个说法家叫董扬之 这是他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作品 那我给大家看一些细部的部分 就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是类似的 音乐 动作 文字 符号 气韵 生动 你看 这幅画像不像某个图画 他把文字跟图画 符号 好像都被连接起来 但它是互通的 很多艺术形式互通 所以六根互通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 我就 以眼睛听 以耳朵看 那么 这是贡本武藏的 一个贯斗基图 贡本武藏 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 应该都知道 他是一个舰道家 那么他跟左左木小次郎 在沿流岛 一役之后 他打败了左左木小次郎 那么事后的贡本武藏 到了晚年 几乎晚年 已经到了神武不杀的 这个境界 在这个时候 一个很难想象 一个贱道家 其实贡本武藏 本来就是一个像流氓一样的 只是因为他意高人胆大 后来真的是变成天下第一贱 那么天下第一贱 他可能内在也有很多的转变 到后来的贡本武藏 竟然竟然可以画画 很奇妙的一个状态 有时候艺术是可以互通的 是互通 对 剑可以替代为笔 可以转化成笔 一个画笔 那么一个舞蹈家 他一转身 搞不好是成为一个音乐家 你知道吗 因为舞蹈跟音乐是相通的 一个音乐家转身前 搞不好是一个舞蹈家 因为音乐跟身体动作是相通的 很多东西相通 对 一个舞蹈家 一个音乐家 或是一个戏剧家 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戏剧 导演工作者 电影工作者 摄影家 文学家 六根糊通 这是我觉得 不要诱于 局限于一个艺术的形式 每个艺术形式都互相互通 好 我讲了蛮多的 留下一些时间 让大家Q&A 立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但是师傅 我觉得在 就好像回到七八年前 那时候常跟老师联络 然后 老师也 那时候也送了我一本书 我昨天晚上还看到凌晨一点钟 然后要临时抱我脚 然后是 看这个东西 好的 完全是开悟了 今天老师所讲解 我只是分享 对 老师分享就包括了主观艺术 客观艺术 然后甚至三密合一 我现在听老师讲解 至少从书上 真的是也听老师在讲解 就看得明白了 然后老师在讲解这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我们开始有一些观众 有一些问题在发问 对对对 我在这边就向老师发问 然后也欢迎所有的观众 把你的发问问题给放在群组留言下面 好不好 然后以便我可以帮忙带问老师 第一个问题 吴有平他来自艺术界的 他说阿旦师傅 在疫情的时代 你在创作上有什么探索和思考 艺术在人命随时都会被考验的时刻 还需要吗 这有两个问题 是 在疫情的这个时候 确实疫情真的是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去年的时候 刘老师就带着所有的团员 在山里面供建 也把山里面做了一个整理 那个时候疫情 全世界的疫情真的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作品 叫做祭天 这个祭天分成小祭天跟大祭天 小祭天的部分就 有几位团员的 对最悲伤的时候 最无力的时候 最无助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要求神的时候 求老天爷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那我们就透过一种 用话语的方式 叙述的方式 跟观众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在大祭天的部分 我们就根据了一个 上代的一个古迹 就把从文字描述当中 把动作就做了一个整理 做了一个 就是说古代有瘟疫 有什么的 就做了这样一个祭天的一个作品 此时此刻 我们就只能够无耻 不能够 这个疫情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么也许在这个疫情当中 也可以让我在更多的时间 在家里面 有更多的安静的时间 去做创作 不管是音乐上的 甚至动作上的一个创作 同时这个疫情这么严峻 也让我思考 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存在 我自己觉得 疫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 每一件事情在世界上出现 一定有它当下的意义 那么如果我们用善跟恶的思考状态来 看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陷入一种 我要消灭你 它要消灭我这样的一个 互相消灭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它启示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人类是不是太多的欲望 太多的开发 太多的等等 让我们重新的提醒我们 人应该回到我们自己的初心 回到人应该 应该不要这么贪婪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在恒河 突然间两个礼拜 大家不出门之后 恒河的水就开始清澈 好像生态就开始回到了 它的本来面目 好像整个的自然环境 生态环境 开始有了它的自己的生养的机会 喘息的机会 它自己慢慢又生长回来了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 他们说有30年的时间 看不到雪山 两个礼拜的不出门 交通工具的减少 突然间看到了200多公里之外的雪山 他们说很惊讶 那么是不是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 以及生活 以及人类内心的一种贪婪等等 而所造成的目前的一个状态 我们是不是要回到我们自己 一种清净的本性当中 刚刚他还问到了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在这样日行当中艺术还需要吗 对对对对 我们人命随时被考验的时刻 这个艺术还需要吗 当然我觉得艺术 艺术一定有它的功能跟它的地位 对 一定有它的功能跟地位 也许这个当下 艺术家创作一些跟现在当时的氛围 疫情的氛围 有关系的一些作品的时候 它也许在未来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作为一个保存 记录跟可以作为一个在现在这个时刻 疫情影响人类的一个状态之下的一种记录 跟当时人类的一种困境恐惧等等 其实艺术就是一种表达 这种表达 它也是在反映我们在当下这时候的真实性 所以你说艺术这个时候有需要吗 确实也有需要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当下 透过一种内心的一种沉淀下来 那么可能我们在传递这样的一个疫情 透过艺术作品传递这个疫情的时候 可能有不同以往的一种对艺术的看法吧 是 好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来自Jennifer Chell的一个问题 她这边也是有两道问题 她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欣赏表演 有时会看不懂 但有感受这样行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她说 请问道义一体能用在制造业吗 此时的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道 对很多人看表演是看不懂 其实没关系 我觉得有感受很重要 有感受很重要 只要你对看艺术作品的时候有这个感受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深入一点 但是我通常在看彼岸的时候 我记得状态 我记得一个我分享给大家 我不起念头 我经常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只有看 只有听 只有当下感受 看着整体的东西 因为当我们这样子 在这样一个无念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东西很直接 这个直接映入到内心当中 它自己会起一个反应 那么透过自己的了解 透过自己的一个认知等等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作品当中的一些部分 等等 类似这样 我觉得 用这样的心情去看表演的时候 我们多少会可以看得出来 作者背后他想要说什么 或者我们可以看作者内在当中 他的思维到底是什么 也许他来自于天马行空 也许他来自于某个对社会的批判 或者对某个人心的一种穿透 都有可能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背后的精神 跟他的理念来自于哪里 等等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部分他就说 道一体还在制造业吗 此时的道会是怎样的道 法华经真的讲了这么一句话 一切自身产业 自身产业 介于道不相违背 也就是说道 它放在哪一个行业 放在哪一个产业都适用 最重要的部分来自于这个有道人之心 所以有道人之心 他去进入到某个行业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 创造出客观的产品 我只能说搞不好是可以创造出客观的产品 我举一个例子 像贾博士 苹果的贾博士 有谁会想到贾博士 会用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做成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是来自于他去过印度 他对生命的某个精神上的了解 所以他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等等 所以我觉得道义一体 是可以适用在很多的各行各业的 我在我那本书里面提到 以这句话来看 一个杀猪的也是可以悟到的 一个小偷也是可以悟到的 历史上有一个故事 是龙叔菩萨 这是跟小偷的一个故事 那么龙叔菩萨接受了一个 皇帝的一个下满了宝石的波 龙叔菩萨说我不需要 我只要简单的波就好 可是皇帝说不行 我是皇帝 我要赐给你 你就必须要拿 所以说好吧 他就拿了这个波 那走在路上的时候 一个小偷就看到了 那这个小偷就尾随着这个龙叔菩萨 这个菩萨就到了他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破烂的 没有门也没有窗的一个房子里面 他吃完饭之后就把这个波 他也知道小偷在外面 他把波就尾到外面去了 那个小偷就好奇怪 他怎么这么宝贵 他为什么不要 那小偷就来拿走了 那小偷拿走的时候 那龙叔菩萨就叫住他就说 哎呀 你要拿你就拿去吧 你心里面不要有什么 不好意思 你就拿去 我就送给你 那小偷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 他视宝物为粪土 那个小偷就很想了解是什么原因 他就问他说 你是个小偷 龙叔菩萨跟他说 这样子好了 你在每次偷东西的时候 你都带着意识 你去偷东西没关系 你就带着有意识去偷东西 然后这个小偷就去带着有意识去偷 那么好几次他都带着非常好的意识 但当他开始偷东西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失去了意识 他就没有在当下 他突然就偷走了 他后来就跟他的这个龙叔菩萨说 我每次到都很有意识 到了某个点的时候 要拿起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忘记自己了 我就偷到手了 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小偷 这是这个国家当中非常厉害的小偷 那个师父就跟他说 龙叔就说没关系 你继续保持意识 直到有一天 你在整个偷道的过程当中 都有意识的时候 你就成功了 后来那个小偷果然有一次 他在下手要去偷的时候 他保持意识 他说他偷不下去 他下不了手 他就回去找龙叔菩萨 他说原来 他就放弃了他小偷的一个生活了 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所以有意识是一个非常 非常珍贵的一个时刻 我形容说这个有意识 是天底下最珍贵 最价值 最价值无保的 无价的东西 对 他是所有比这个世界还珍贵 即便如果我们面临死亡 就刚刚第一个朋友说 面临疫情的死亡 如果我们带着意识 生病 搞不好我们身体受不了 带着意识 被疾病折磨而死去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意识状态 而跟病毒之间有一个共存的关系 搞不好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 我不知道 有意识的死去 有意识的跟病毒在一起 也许是一个 一种对于内在的一种 内在的进化 或者内在的提升的一个契机吧 我记得阿丹师傅在2014年3月16号 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带着幽人神鼓 来在马来西亚 做了马来西亚的首演 带了金刚星来 那个时候呢 我们租用了这个 那个Putra Stadium 然后幽人也第一次 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小幽和幽人 全都一起来做个同台演出 大概40位幽人同台演出 很大型 那时候办了一个很成功的 那一个演出在马来西亚 所以流向好多深刻的印象 然后第二次呢 我相信在两年前 老师也被这个TechX Patering Street 邀请来马来西亚做演讲 那时Jesse邀请来的 也引起大家好多的印象 所以老师记得要常回家 其实我当我接到这个哲学查席的邀请的时候 我内心是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因为毕竟来自于这个家乡 那么这个家乡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养分 以至于我在艺术这条路上 有了很多的动能 有了很多受用无穷的一些元素 一些能量等等 也希望能够多一点的回馈 回到这个家乡的朋友们 所以我是听到这个邀请 我是非常开心的 只是那个时候 二三月 二三四月真的是比较忙 忙碌一点 那么五六月刚好可以有一个空档 所以我就 我们就敲定了这个时间 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是 然后所以好多观众 现在发问了好多问题 来对老师来发问 好 接下来这个叫做Maira Chu的 她说谢谢老师的分享 请问如果即兴艺术 比如舞蹈的即兴表达 是艺术吗 没有固定的步伐或程式 只是即兴回应当下的心情 或环境或某个主题 而舞蹈可以达成三密合一吗 她的问题是 OK好 即兴舞蹈和等等 我都有很多的形式 那么即兴舞蹈有它的有机性 说实在有它的有机性 以及有它的当下性 有它的当下性 这里面它有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会经验到一种 当下的有机的感觉 但是通常即兴的之后 大概即兴了十分钟 或是二十分钟的时候 通常在下次来即兴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都忘记的 我们只记得当下的几个动作 或者几个声音等等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 我们的意识不足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当我们在带着意识 去即兴的时候 你下去试试看 我们所记得的动作 声音或者等等 会比我们只是很当下 很自由的这样的感觉 它多了非常多印象深刻 跟东西会被记得 那么艺术有个部分 就是被记得 有一个东西叫做被记得 艺术家很奇妙 就是从一个已知的 过去的被累积下来的东西当中 从这个东西当中 要去表达一个未知的东西 很奇妙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表演的时候 要有七分熟 要三分深 就是这个原因 它带着一个未知 从这个未知当中 把过去我们所吹了的东西 当成一个工具 而去表达那个 当下的有息性 当下的未知性 那么三密 回到 我回答第二个问题 有关三密合一的部分 三密合一的部分 一定是这样子 在我们达成三密合一之前 这三个中心的锻炼 跟训练等等 它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个是技术的锻炼 一个是内在的素质的锻炼 内在素质的锻炼 它有可能把这三 有所谓的内在素质的锻炼 就是我刚刚说的有意识 有意识的 警觉的 觉知的 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途径 我自己知道 也许有一些途径 我不知道 我自己知道的唯一的一个途径 就是 当三密合一的时候 一定是来自有意识的锻炼 锻炼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以至于三密被锻炼起来 被合一起来 我分享一下 我这个部分 三密合一的一个经验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 我在书里面有写的 就是我看到那只罐 一只鸟 一只大鸟 我坐在阳台上 看到大概二三十公尺外面的稻田 有几只鸟 在水里面找食物 那么其中有一只 他非常的警觉 那么我就看到他的警觉 跟他的力量 我就好像整个人就入神了 就被带进去 那么他的动作很 非常有力量 他有时候提个脚 为了他找寻食物 不要干脑到食物 他就提脚就停住了 然后就看到食物了 他就会这样 有时候他就 一啄一吞 然后接下来他又开始找寻 提脚 放 停 看 一吞 动作非常的 他那个警觉很当下 你知道吗 非常当下 有机 我整个人被带进去 然后突然间我就 我就突然间就 这是真实的 突然间我三个中心 头脑 情感 以及我的运动 整个身体 变成一个 一个念头都没有 然后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内在好像是一个大镜子 这个罐 这只鸟就印到了这个镜子 我变成了它 我完全变成了 而且跟它完全同步 它提脚 我就跟它提脚 我不是跟它动作 我没有动作 我只是坐在那边 但是我全身 全身上上下下 每一个细胞 都醒过来 很奇妙的 三米合一就这样 醒过来 没有个地方是滞留的 没有个地方是不醒的 头脑清清楚楚 意念清零 情感奉沛 没有波动的情绪 身体非常的active 非常的在一种 好像猎人的一个状态 好像随时说 有危险的要跳走 要跑走 非常危险的一种 一种警觉的一个状态 可是三个中心的合一 变成一个 一个又是三个 我又明明白白知道 三个中心是三个中心 可是三个中心又合成 合而为一 又变成一个中心 非常奇妙的感觉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怪 那么后来他就飞走之后 我就从这个当中 我就了解这件事情 道义一体 就这样子来了 因为变身 变身 一个人在舞台上 可以因为三个中心 同时觉醒的时候 他就变身了 这个觉醒不是来自于想象 他不会来 想象不会让我们觉醒 也不会来自于单方面的感受 只有情感中间工作 不会 或者单方面的思考 或者单方面的用身体的运动而已 没有 他必须三个 那么自从那个经验之后 我有两个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印度 很奇妙的 我看什么 听什么 就变成什么 有时候我变成一个树叶 在空中飞雨 有时候风吹过稻田 我就变成那个稻田 很奇妙的 我在讲 大家都觉得 有可能吗 是有 一个妇女 在田梗上 走路 我就变成那个顶着罐子的妇女 完全跟她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变 不是两个 是一个 两个又是两个 同时清楚分明 但是我又跟她成为一体 即便有时候一块布 在风中飞舞 我都可以是她 鸟叫声 我就变成了一个声音 我就完全是那个声音 所以后来我在火车上 听到那个盲眼吹敌人的 悲伤的敌子声的时候 我成为那个悲伤的敌子 而我变成那个吹敌的人 我知道她吹什么 我好像跟着她的心一起走 她吹什么 我就跟她吹什么 她停我就知道她停了 完全合一 所以你看 看观察跟听 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变成 都是可以变成声音 变成形象 变成三密合一 来自于时时的警觉 时时的觉知 时时的 在内在三个中心下功夫 而不是单一的中心 或者两个中心 太棒了 老师的三密合一的部分 好 我们记下去最后两道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 stop掉今天的分享 记下去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称之令的 生活在许多的人际关系 与社会互动下 请问要如何 只跟自己工作 不平断 不想象 哇 这个确实有点困难 是有点困难 不评论 不想象 不批评 其实是残秀的经验 残秀的经验 那么尤其在人际的关系过程当中 人与人的互动过程当中 我们不想象 不批评 不评论 确实很困难 对 但是呢 当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跟人际关系的往来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个 有好几个部分 是可以解决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叫做全然的聆听 很奇妙的 你只是听 全然的观察 我们就可以达到那种 不想象 不批评 而且同时带着一种 了解的感觉 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人 他目前所叙述的哀愁 他所叙述的心里面的不满 我们反而不会被 被这样的哀愁 或者心里的不满 或是等等 很多的负面的部分 被击垮 或者被带走 我们反而有个客观的感觉 我们带着一种 非常谅解的 了解的感觉 他确实 这位朋友碰到了困难 你在聆听 这样的聆听过程 你不仅没有被 负面的部分冲击 你甚至达到一种 非常客观的 而且非常 跟他在一起的 了解的状态 很奇妙 你被抽离 同时跟他在一起 这种感觉 就像我 那个惯的经验一样 我知道 我跟这个东西 合一的时候 它是一个 合一的状态 同时呢 你又 了了清楚分明 你们是两个 鸟是鸟 你是你 但是你们又是一起的 很奇妙 因为不批评 不想象 不评论 一个念头都没有 只是全然的观察 全然的聆听 有时候全然的观察 跟全然的聆听 跟全然的当下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可能更深入 可能跟那种 人跟人之间交流 可能更深入到那种 因为他也被 他也被理解了 等等 好的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妮娜称的 意识心 是不是清清楚楚 了然当下 正在发生的事 答对了 这就是活在当下 对 我们 活在当下 很简单的 但很困难 又简单又困难 它的简单就是说 现在发生什么 我们就用意识 有意识的 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在一起 比如说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 走路 我们现在从A 走路到B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清清楚楚 每一步都很清楚 每一步都 寥寥分明 同时打开所有的感官 看跟听 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 我们通常都是 都是在一个 单一的感官世界当中 去生活 我们看就忘记听 我们觉受 就会忘记看 或是忘记听 那么这位朋友 讲得非常好 就是如此 当下生发的事情 有意识的跟他在一起 同时打开你 所有的感官 那所有的感官的 一时的打开 非常困难 但是你可以打开两个 同时看 同时听 当我们熟练了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 另外一个助力放进去 同时看 同时听 同时觉受 觉受现在的空气 觉受冷的 热的 那么这个部分 可以做到之后 再加第四个 我们可以同时 意识到整个环境 同时看 同时听 同时觉受 同时意识到 整个环境 所以这一层一层的训练 一层的展开 把我们内在 对当下的一种深入 更加的深入 更加的广 更加的有力量 有一天 我们就可以三米合一 这是本性如尽 本性如尽 太棒了 然后这里可能真的是最后一座问题 我自己也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 如果情感中心处以过头的觉知 这个觉知是悲痛恐惧 这个觉知就是可能会很悲伤 很痛 很恐惧 我们要如何去平衡它 对 这个也是一种情绪 这是一种情绪 那么当情绪来的时候 跟它在一起 那么跟它在一起的同时 不去评论 不去想象 也不去批评 只是跟这个悲伤在一起 只是跟这个恐惧在一起 但这个时候 我们会很奇妙的 我们会有一种 很奇妙 因为很奇妙 你就会有一个很硬硬的方式 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说 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 长久持久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会变化 包括我们的念头 包括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 我们不可能一直悲伤下去 如果一个人一直悲伤下去的话 他就会疯掉了 同样的一个人 一个人一直欢喜下去的话 也是会疯掉的 一个人恐惧下去的话 也是会疯掉的 所以我们的情绪是起起伏伏的 它会变来变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当下当中 如果他恐惧或是悲伤 或是等等 就跟他在一起 只是跟着 看着他 他会变化 情绪 念头 就像蚊子叮到我们一样 刚开始很痒 很痛 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跟着 跟着这个角色在一起 你会发现 十分钟之后 他就慢慢过去了 慢慢过去了 情绪也是如此 当然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悲伤的情绪 我觉得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素质 那个内在的情感的素质 比如说 当我们接受到一个悲伤的亲人的过世 那个悲伤 那个悲伤会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当下 这个悲伤 有时候这样那个悲伤会转化我们内在的一些素质 一些素质 当然一些一个特别的欢喜也是如此 比如说当我看到那只罐的时候 那个欢喜是很奇妙的 它不是一个大悲大喜的感觉 它是一个非常敞开的感觉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我期待每个艺术家都在自己的深口意当中 身心意三个中心当中去下功夫 那么我自己对科观艺术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期待 我自己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有生之年 可以把自己内在的了解化作成一个作品 那么传承下去 那么这样的传承下去是我常说我们在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 有很多的大事在前面 那么我们踩着大事的键法往前走 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在有生之年 在我已经50多岁了 在有生之年的未来 也希望能够创作更多的作品 或者更多的内在的串透跟了解 那么也给未来的下一代作为一个键法 再往上走 深口意 内在的锻炼 内在的了解 是整个艺术固域非常重要的 跟大家分享 今天非常开心 跟马来西亚的朋友 线上的朋友 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分享 也希望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下 我们安心 安顿 那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 挑战 恐惧 等等 我们都能够跟他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好 我们再一次的谢谢阿丹师傅跟我们分享 下面好多的留言都 谢谢老师 带了这个午后很精彩的一个分享 每个人受益良多 老师在这个疫情底下 我们每个人要健健康康 安全全 要藏回家 我们要藏回家 疫情后 好的 藏回家 疫情过后 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回家 回家 好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 观众